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各位您已經加入我們群組之後呢 您可以先看到我們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簡報對不對 那待會呢 我們再看簡報內容 我們先看一下右手邊齁 您進來之後呢 右手邊 我們今天會用到兩個 一個叫Debub Video Capture 那您會看到兩個版本 兩個版本 上面這個是比較舊的版本 是2點幾的 那比較新的是3點幾的 就好像您剛剛看到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錄影的時候 有畫面在上面 你如果要用這個功能 要用3點 就是3點幾的這個版本 那另外呢 還有一套 Active Presenter 一樣有兩個版本 這兩個都有中文 都有中文齁 那您想要用 新版或舊版都沒有關係 那這個是屬於不用安裝的 解壓縮就可以用了 解壓縮就可以用 那上面這個是需要安裝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 讓各位您先把這個軟體先下單下來 好 先下單下來齁 好 那第二個呢 您可以從我們右手邊這邊 找到 我剛剛講的 我們上課是不是都會錄影對不對 你如果在延期的過程裡面 你點進來 點這邊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那個 就是上課錄影的 我們今天的日期在6月16 有沒有 如果你不小心你要看 之前的 這裡也有啦 我反正會放最近幾個 那這些資料 因為現在暫時還沒有齁 我先回頭一下 我們看上面這個 有沒有都在上面 所以你哪一段不太了解 你也可以點這個 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清單 這樣標題是不是都很清楚 我們就照這個 平常我上課錄影會像這樣齁 就是這樣子 照這個順序 01 0203 有沒有每個主題都很清楚 你回去哪一段不懂 你就直接打開那個影片就好了 我想 如果我們兩個小時 錄一個影片 回家 你跟同學講 答案就在影片中 你知道嗎 這麼久了 老師都沒那麼勤勞 你要叫學生那麼勤勞 怎麼可能 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講 反正現在上課是老師要比學生勤勞 這是應該的 所以 就是我們讓 既然要做錄影 我們讓他怎麼樣 更方便一點 所以他願意使用的機率 那個機率就比較高嘛 好 那這個是一個齁 就是您點別去 那再來呢 您可以看到這裡 有我的那個部落格 那部落格上呢 我會分享一些文章 可能是教學的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齁 那像我們上個禮拜 應該是6月2號 講的這個主題 這樣也還蠻不錯的 然後各位 我會像這樣整理出來 那一樣資料都整理到彎路上 那你要看影片 一樣可以從這邊看 好 這是一個齁 那我們家也有YouTube頻道 所以呢 你點進來之後 有沒有拿一個延寫 大部分我就是延寫的 會放這邊啦 所以就是一樣 就這樣整理起來 所以你隨時要看都很簡單 其實說真的 偶爾有時候我會叫 以前的我出來跟大家見面 因為以前我比較會 有些主題我就覺得 以前我講的還可以嘛 或者我現在已經忘記了 就叫以前的我回來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樣了解齁 OK 來 所以有錄影 其實不只是對學生有好處啦 其實對自己本身也還蠻有幫助的 好 這個是我的一個簡單介紹 那所以您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簡報囉 您可以直接點下面 也可以像這樣直接進到這個 Place的這個裡面來都可以 可以坐在一起 對嗎 我們來吧 看一看 最好 其實我跟大家